郭晶晶女儿正面照曝光 没有许多比方前一段时间一向被传出家暴的小S还有一向现在日子美好的贾经文也从前被豪门扫地出门 但是今日小编要讲的这个人嫁入豪门却仍非常美好 作为前我国跳水队奥运冠军郭晶晶在一期间也为国家挣了了不少的荣誉 跟着他的退役嫁给了霍奇刚 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受到了我们的广泛重视 两人的婚礼能够说是心动的政坛 体坛 娱乐圈三个范熟的多万江山 三天花费三千万港币的婚礼在其实也的确轰动了香港 最初郭晶晶挑选嫁给霍奇刚外界一向争议不断 关于两人的婚姻也一向不看好 乃至两人成婚今后网络上呈现了许多绯闻 什么郭晶晶和霍奇刚是假恩爱 两人的结合是某种政治上的联婚 还有人说霍奇刚和郭晶晶压根就没爱情等等 假如真的没有爱情 成婚这么多年霍奇刚没有任何的花边新闻 前后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凑成了一个好字 而一向以来 霍奇刚和郭晶晶对女儿的非常维护 出生来都没有让她露出郭的记者的镜头下 现在女儿现已差不多一岁半了 郭晶晶配偶才敢斗胆带她出门 我们都知道郭晶晶的婆婆朱零零年轻时是出了名的大家人 她身上最明显的特质就是有一双妖果眼 她在笑开的十分眼睛 像弯弯的月达 轻轻闭上眼的十分 眼睛看起来就像是两颗形状 心爱的妖果 大约郭晶晶的女儿就是遗传了奶奶 当然 我们也能够发现 她们父女二人的长相非常的相像 除此之外 女儿长了一双妖果眼 特别像奶奶的 都是相似的妖果眼 至于皮肤 则遗传了妈妈 白剑又润滑 难怪霍起刚一向不揭露 而最初郭晶晶刚生下女儿 霍中延时公共欢欣得不得了 霍震亭正是直接 就送了郭晶晶数十亿的房产 看来小工具但是备受宠爱